欢迎收看禅古论经 化中医 根据台湾的统计 十位女性当中有九位不清楚自己卵巢的功能 那么卵巢早衰的话呢 会导致不孕 以及也身体会朝向老年化迈进 那么卵巢这个议题呢 对我们女性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谈一个 大家可能会忽略的这个卵巢议题 很高兴邀请到全昌堂中医诊所的院长 徐慧英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徐医师您好 您好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代人啊 可能跟以前我们的生活作息有点不一样 我们是以前生活作息可能还没现在这么快速 尤其现在网路发达 几乎是全球化 就是每天可能除了工作了八小时晚上 可能又跟海外的联系啊 加加起来可能一天工作二十小时也不为过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 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说 怎么自己旌旗不太顺啦 进一步检查可能就发现是不是卵巢有问题 那这样子的案例是不是在现在越来越多了呢 是 在临床上常常会看到一些年轻的职业妇女 尤其是职业妇女 因为这些职业妇女呢 他两头烧 有的又有家庭 然后又有工作 然后又加上时间不一定很顺利 时间的压缩 我们在临床上呢 就曾经碰过 二十几岁 将近三十岁 为了冲事业 就把自己的身体都给舒服了 然后 哎 奇怪 大姨妈怎么都没来 那等到警截到 或者是不能生育 然后一检查 医生跟他讲说 哦 你的卵巢功能已经衰退了 这种现象呢 就很多 我觉得跟现在的生活方式 情绪压力 还有大家饮食不够注意 都有很大的关系 是 那一般我们会听到说 哎 卵巢功能衰退 然后另外有一种也会经常听到 哎 卵巢功能不足 这两个是一样的吗 当然不一样 衰退是 它逐渐的是一种动态的往下坡走 那不足就是有的 它根本没有排卵的动作 虽然有月经 有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就是认为说 我只要来月经就表示我有排卵 其实这可也不一定 必须我们在做一些检查才能知道 像卵巢功能早衰的病人呢 它就有几个特点 比如说原来都是三十天 二十八天左右 三十五六天就来一次月经 因为它突然间把时间拉长了 五十天 六十天 甚至于两三个月才来一次 还有的会容易掉滑 掉头发也是一个增长 因为在我们中医讲 掉发就是一个肾起衰的现象 再往后走 那就会跟更点起一样的现象 比如说轰热啦 睡不着啦 烦躁 身体像蚂蚁在走这些现象 这是不是已经算卵巢衰老很严重的 才会有到后期这种现象 对对对 所以刚开始就是轻微的就是 月经问乱这样子而已吗 延后 月经延后 或者是一直往前赶 也会往前哦 对 每个人的表现不同 也就是他可能十几天就来一次 十几天就来一次 这个也不是一个好现象 这个就是表示你的功能已经在乱了 当然对于卵巢功能长衰 它是有一个定义 是什么样的定义 它的定义就是说 在我们的这个绿泡巨数 它会变得高 我们正常都在十以下 那它会变得高 变得高有的上到二十了 这个原因呢 就是说 好像我们在叫孩子说 你过来 你过来 结果他不过来 你就越叫越叫声 越叫越快 越猛 所以他反而那个基数升高了 但是你的排卵状况 并没有不好的现象 所以他太高了 所以这要透过什么样的检查 才会检查出来 这样子的指数 就是我们要生理检查 抽血 抽血 然后对 女性荷尔蒙会降下 我们正常人都在三十以上 那它会降下 当然你功能早衰 首先你一定是已经有正常的月经 那么我们的停经年龄 大概从初经来 大概有三十五年的行经期 如果你在三十五岁以前 就发现了这种现象 那就是表示你有这个怀疑了 就应当做一个检查 是 所以就是说我们正常应该是 四十五到五十岁会停经 那如果你提早了五年十年 这就很不正常 因为提早太多了 如果一两年算还是还可以的 还可以容许的范围 OK 那今天我们谈到这个早衰的部分 除了就是心烦 易怒 皮肤像更年期的症状 这应该是比较后期 所以现在年轻人 已经到后期卵巢早衰的人数多吗 还不算少 还不算少 我们在门诊上 一个礼拜总要碰个好几个 比如说他已经大学毕业了 或者甚至已经练到了硕博 但是他找不到合适他的工作 那他心里会焦虑 因为要出社会来 然后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还有的人是遗传 我就曾经有一个病人 也是三十出头 他月经就是不来 幸好他还算很聪明 很早结婚 也生了两个儿子了 然后才发生这种现象 结果一问了 他的妈妈也是 也是这样 对 三十五岁就挺进了 他的阿姨也是 所以呢 像这种就是属于遗传的因素 是是是 那会造成卵巢早衰 有没有哪些促成的一些因素在呢 我觉得比较严重的问题 现在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 其实是压力 那有的人是比如说运动 那运动也会 对 你过度的运动 很多的运动健将 就是那种国家级的 他过度的运动以后 他把他的那个体能消耗掉 那也会 也有一部分的是减肥 减肥 减肥过多会导致生理温乱 你如果是减肥的时候 你应该是要循序减肥 循序减肥 循序减肥 你一下子减太多了 那反而造成你的营养不良 这个就应该是说 跟我们月经的形成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怎么说呢 以我们中医的观点里面 我们认为应该是脏腹要健全 气血要充足 然后经络要痛 所以月经才能来 那么如果你因为情绪的压力 而造成你的这些脏腹 气血循环不对了 或者是你后天的营养不良了 这个就会导致 是 那如果长期的不排卵 很容易使这个功能逐渐的退步 这边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譬如说卵巢受损是什么样 就是比如说开刀 有人有长巧克力囊种 然后做开刀 那因为它长得太厉害了 有的会去除的一部分 或者是化疗 或者是放射线疗法 那使这个卵巢受伤 那现在很好 科技进步 可以储存卵子 所以现在有的医师 当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他会建议病人说 那我们是不是把卵子冷冻 等到以后再使用 这样以后就变试管了吗 对 只有才用试管婴儿的方式 所以他这边还会写说 失血过多也会造成卵巢脏症 尤其是坏双胞胎 我们发现有蛮多的妈妈生双胞胎 因为阴血要养胎 所以它的供应不足 导致脑下垂体 然后也直接影响了卵巢的功能 那另外呢 就是还有免疫的因素是 比如说 它把那里当成敌人来攻打 或者是 因为你卵巢发炎以后 然后造成的 就是免疫的改变 比如说骨盆腔炎 那你懂得早一点去治疗 这个问题的发生的比例 就会相对的降低 最怕的是自体免疫的疾病 目前的医学对自体免疫的疾病 虽然了解蛮多 但是还是有一些被舒服掉的 比较少见的疾病 比如说把自己的卵巢 当成敌人来攻打 所以自体免疫是比较麻烦的 手术就是刚刚您说的 像生孩子 或是做那些化疗的东西 然后过度人工生殖的治疗上 这个就是我们吃排卵药 或打排卵针 这也会刺激到卵巢 因为吃排卵药 所以就增加它的负荷就对了 对 我们的卵子是有限的 那它一次去刺激它出来 多刺激刺激刺激 这样子也非常的容易造成 感觉这个卵巢爪衰好像是现代病 那在古书当中有记载这样类似的一个病案吗 其实在古书上就有提过 它叫不悦 就是不来月经 这么简单 或者就是必经 就是青春期的必经 当然也是要排除怀孕 怀孕月经也是不来 古时候的女性你说没有压力吗 可能也挺大的 也挺大的 也说媳妇不好当 古人也提到了这个情绪的因素 气 欲住 气如果欲住的话 就会使经络不顺 那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也会导致月经 但是这个卵巢功能早衰的病人 他在一个时段 他的卵巢会越来越缩小 就像我们停经后的妇女 所以他的发展是有一定的过程 在西医当然有西医的治疗方法 他可能就给他哈尔蒙 或者是像我们吃病药一样 这样子来 但是最根本上来讲 应该是身体本身的虚弱 而后造成月经的问题 我们刚才讲的跟脏腹 跟气血 跟经络 其实都有关系 虽然这是一个新的病名 但是我们观察到了 他在临床上的表现 其实就是肝肾阴虚 我们在临床上 其实有个很有名的方子 就是六位帝皇丸 那补肾系的 补肝跟补肾 那么如果因为阴虚了以后 而阴火上眼了 那就可以用脂薄帝皇 是 那有一部分的人 跟情绪压力有关 就会跟气欲有关 那我们就用定筋汤 加胃逍遥散之类的东西 而且我们在临床上观察 在一定的时间的月经不正常以后 会造成血淤 渐进式的 渐进式的 当你血液循环不好的时候 你就必须加点桃仁 红花 现在还挺流行的 用一点红花泡茶饮 可以养血 又可以活血 那么到末了 如果你这个时间过长了以后 它就会阴阳两虚了 就是也会怕冷 然后整个人就急速的衰老 它会燥热还在这里呢 它是有火所以燥热了 到末了的时候 你反而是怕冷 怕冷对 然后到这里呢 我们要恢复就比较难了 比如说在这个阴阳两虚 电视常常广告的 龟洛尔仙胶 是是是 这个龟腹八卫 这个八道很好 尤其是龟洛尔仙胶 它阴阳两虚 所以阴阳两虚就是 整体已经耗尽了 已经到最后了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人的肾气 我们五脏六腑都有阴阳 那一般阴是指有形的 你看得到的感受得到的 阳你是看不到 但是你感觉得到 就好像我们阳光 你可以感觉得到 但是你摸不到 那我们身体也是有阴有阳 是是 所以这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 所以最好就是说 我们提早发现 这赶快把它治疗完就好 对当你觉得 你容易疲劳 然后月经越来越晚 而且已经超过37天了 这样越来越晚 甚至于60天才来一次 那你就要开始调整 上宫治胃病 是是是 你总要在它 还没有到不可逆之前 就要处理它 是 所以这样讲到就说 它其实是渐进式 那么我们的生活 其实压力可能来源也是渐进式 饮食的习惯也是渐进式 那这样有卵巢早摔的 这样子的一些妇女朋友们 就说在饮食上 有没有特别就是说 多吃哪些食物可以避免找摔啊 当然除了医生可以给你 在你已经发现了有问题的时候 医生可以给你药物 那么在平常妇女的饮食上 我们会鼓励多吃富含胶原蛋白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胶原蛋白是补阴 是一种滋阴的东西 大家不要负累 比如说皮类 还有不是有个巡龙羽吗 富含胶原蛋白 是是是 那个胶原蛋白的东西 它其实是可以提供我们阴 它肾阴 肺阴 肺的引气 有的肺纤维发 肺 肺气 口干舌燥 这个都是属于阴的不足 那我们可以用一点猪皮 鱼皮 皮类的 像鸡脚 猪脚 这个都是富含皮类的东西 海蛇皮 这个又可以化胎 尤其是压力很大的人 他会觉得 这个喉咙好像被掐住了 它有这样的生理的反应就对了 对 然后觉得这里特别的沉重 那可以吃点海蛇皮 这也不错 那么如果吃树的人怎么办 其实像这个海带 海藻 昆布 海藻 黑木耳 白木耳 这都是很好的 这些食物基本上都有滋阴的作用 当你把这个东西煮了以后 这个水很容易结冻的 那个都有用 那高汤也容易结冻 所以里面也有胶脂 对 所以我们就是平常也可以熬一些高汤来喝 是 那在运动上呢 有没有什么样的运动是对卵巢啊 这样子的 可以帮助他 就是比较健康 比较活络的呢 现在的职业妇女很多是属于做的工作 这个做的动作呢 会使我们的这个 你看我们这样身体这样做的 这个地方的血循环不好 因为你动得太少 是 我们会鼓励妇女们摇呼拉圈 就是腰部的这个 对对对对 因为你摇呼拉圈的时候 这个骨盆腔呢 是可以动的 那你说 每次要带个呼拉圈 弄得要场地要够快 那你也可以把手插腰 把自己的屁股 就是自己去绕圈圈就对 反正让这个 这个地方有动到就行了 对对对 还有像栅胶 就是一个蛮好的调整 阴筋的一个效果 我们讲的预防嘛 重以治疗 那么在预防上会有帮助 当您发现您有前期的软潮早摔的现象呢 应该要吃什么的药膳可以帮助我们调理 徐医师今天要介绍的是什么药膳 是珍珠抹枸杞鸭汤 这很特别耶 因为一般以前我们在看药膳 都是鸡汤啊排骨汤 今天怎么会是鸭汤 它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吗 其实鸭是知音的 一般人都误以为说鸭是有毒 对啊 以前一般人听说鸭很毒少吃一点 鸡是补 但是它属讯属木属风 它容易发病 如果你里面有病 它反而容易发 那鸭子跟人体是比较像的 就好像四只脚的 是猪跟人比较像 猪是属于水处 珍珠母呢 大家想想看 珍珠母是做什么用的 培养珍珠的吗 对 它可以把珍珠养得这么漂亮 也可以把你养得这么漂亮 它里面有珍珠背 珍珠盖 对我们人体来讲吸收特别好 大家看看这珍珠母 又白又亮又漂亮 的确是很像那个珍珠里面的那个棒 你把它包起来熬煮 煮煮一两小时 哇 这么久熬煮的时间比较长 鸭肉煮久了也就烂了 那枸杞子也是一个很好的滋顺的药 你现在看你身上白白的皮肤 润润的脸颊 不错吧 尤其是你已经开始有那种烦躁 心情不舒服的时候 这个药膳挺好的 所以这会不会有哪些人不太适合 就比如说因为软致脏衰 可能也有不同体质吗 大概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 这非常温和的 那接下来呢 要跟各位观众朋友介绍的穴位呢 都是很重要的 可以帮助我们的软巢功能呢 就是维持到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那徐医师有哪些穴位要介绍呢 首先给各位介绍一下肾术 在命门的旁边这个肾术 我会建议大家用这样 然后再对 在这个腰的后面 你就是肚脐对过去的这个高度 这个两边的软肉 你就这样敲 或者是你把它摩擦 你要是觉得腰冷冷凉凉的 你把它摩擦 以后你在这里这样 把它贴住 这样揉一揉 它对我们肾气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是 再来呢 跟各位介绍了 观炎 观炎呢 就是在肚脐 跟我们这个齿骨缝合的中间 这个地方 这个呢 洗澡的时候呢 也可以这样按 就自己这样按 还有血海 就是当你 如果筋血量太少了 如果说这是膝盖 然后你把手 这样抱着它 抱着它 然后你大拇指所及的地方 就叫血海 像有糖尿病的人 常常按血海 也非常好 会改变我们的血脂 是 接着呢 给各位介绍竹山里 竹山里跟肠胃有关 那么它就是在 膝盖下 同身寸 用手这么一按 鼓缝的旁边 就这个地方按 它是一个很大的穴位 很容易找得到 你一按 超酸酸的 它所以叫竹山里 就是古人说 当你脚酸了 走不动的 按按竹山里 可以再走三里路 那它对肠胃有很大的关系 接着呢 为各位介绍三音胶 三音胶呢 是三条音精的交汇点 它也跟肝肾音虚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里也可以按 它也是一个蛮大的穴位 接着如果你的情绪 比较不好 有两个穴位 一个是内管 一个就是太重 这个内管是管心 这个太重 这个是管肝 它在两个脚趾的中间的这个 那它会使我们的 经络肝筋比较通常 就很多人是因为情绪嘛 所以让我们的肝筋舒畅 是很重要的 当然你不用每次都全部做到 那你可以挑几个这样做 换一换 是 所以其实最容易做到 可能就是肾疏血 因为每天你就自己这样 搓一搓打一打 对对对 你如果做了腰酸了 你就可以自己按摩按摩 手搓一搓 按摩按摩 或者是这样敲敲 都挺好的 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 卵巢早摔的问题 可能也得到一些解答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它的情绪压力 得要释放 这个就是它在饮食上 可能就多吃一些 像刚刚医师建议的 胶直的东西 然后可能压 这个也是很好的 知音的一个食材吧 那我们也可以多吃 再来就是可能要 适当的运动 就是我们的骨盆运动 也是得就是有空的时候做 因为现在反正很多人都要瘦身嘛 那摇呼拉圈也是一个 蛮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同时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瘦身 一个是就帮助骨盆运动 那再来可能就是我们平常的穴位保养 那当然最重要还是要提醒观众朋友 就是我们随时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就是如果你的旌旗 又早来或有晚来的时候 就要特别去注意看医生 抽个鞋检查一下 那在最后 还有没有要提醒观众朋友的呢 我想情绪因素是最要紧的 怎么样让自己释放 这是最重要的 是 再次谢谢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您 谢谢全球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众朋友